近日有美国记者宣称 美国对盟友做出新动作 中俄迎来新噩梦 俄罗斯专家不屑一顾 表示并不是我们 美国虽然是军事第一的强国 但中俄的实力同样不容小区 美军即使已经拥有世界先进武器 但仍将中俄视为其重要战略对手 尤其热衷于对中俄军事进行追踪 围堵 近日美媒宣称找到方式制造中俄噩梦 或将对中俄海军方面造成重大打击 近日俄媒体愿意美国记者文章称 美国可向澳大利亚出售或租赁攻击型核潜艇 这将让中俄迎来最可怕的噩梦 考虑到澳大利亚需要在广泛区域进行巡逻的因素 航程更长 能力更强的弗吉尼亚籍攻击核潜艇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向澳出售核潜艇后 将大大加强美澳在太平洋 印度洋水域的密切合作 然而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否真能威胁到中俄呢 对此俄专家不屑一顾 俄退一海军上校 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城 美国向澳大利亚这个盟友出售核潜艇 既不会给美国带来超越中俄的优势 也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更多的战略或技术上的优势 澳大利亚或许还将迎来噩梦 也就说 俄罗斯专家表示 噩梦并不是我们的 于澳大利亚而言 美国核潜艇虽然优秀精良 但其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光维持武器方面就将耗尽气力 而美国向澳提供核潜艇后 后续维护保养也将是一笔大支出 但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说 是颇举压力的 从日韩两国现在的状况来看 澳大利亚怕是引狼入室了 更重要的是 核潜艇在澳大利亚手中 并不会比美国海军手中更具威胁 有网友评论说 在澳大利亚能力不足 又拥有这样一个大杀气的时候 这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 并且从多方来看 美国似乎正处于缺钱的状态 对此额专家就看清了本质 或许解决美国当前经济方面的困难 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从澳大利亚被绑上美国战车开始 美国实际上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噩梦